各位姐妹注意一件事情 你要去安慰人要小心一点 不要自以为是 你知道我安慰朋友 我还不会自以为是 但有的时候安慰儿女会自以为是 会不会 儿女会跟你吵架都在这里 会不会 你会说你就是要从小这样 对不对 这是我们老爸老妈的态度 你从小这样 这个儿女活到极点 老爸你从来就是这样子来看我 你一直是这样子来看我 他气得要命在他的肚子里头 所以记得一件事情 安慰人很多时候不说话是安慰 大家有听张文亮 在我们教会也在烈火讲 你知道我常常陪着文亮 你知道我就发现 我陪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做到了听他讲就是了 他需要一个人就是听他讲 他真的很能讲 他可以一个人讲一个小时 不需要你回答任何的东西 他就是你做到他 他就一直跟你讲 一直跟你讲 一直跟你讲 你听就好了 我发现听他讲 对他是最大的安慰 我只要听他讲 就是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安慰 所以等一下我还要再去找他一下 我还想 我要再找他一下 再找他一下 OK好了 反正很多时候记得一件事情 不要认为别人遭遇这些事情 一定跟罪恶有关系 我再说一遍 你看到有个人得了COVID-19 我告诉你这个人一定不进钱 所以得COVID-19 你看一个人得了肿瘤 我就告诉你 就是没有早上好好成根 所以得肿瘤 你看到一个人 这个事业不太好 我就告诉你 就是没有十一奉献 所以事业不好 拜托你不要这样去定人的罪 告诉别人 不要定人的罪 上帝会定他的罪 你不要定他的罪 上帝会提醒 如果他真有什么事情 上帝提醒就好 你不必要提醒 你一句都不要说 安安静静的一句都不要说 好了 好